本人保证以下所写真实无虚 一直以来我都觉得为了弘扬佛法 时事灵验无比 不惧有人指我卖弄 为了表示清白 本人不愿据名 十年前因中风开刀 知我病在床椅十年的母亲 也许是前世素因静音堂扫 执意要看护却不尽心 竟然得了入窗 心有贵人指点抑或又是前世素因 找到一位有家传膏药的草药医生帮母亲手术 应不胃胎大母亲又有无法言语的后遗症 故此不能施打麻醉药 硬生生下刀切除了碗口大的一大块肉 总算保住性命 擦了膏药后也日渐好转 却不知为何有一个点无论如何不能全意 当时在母亲身边的姐姐打电话告诉我的时候 我刚好在浙江州山普陀山观音道场这里礼敬 瞬间想起以前母亲常对我说她业力太重 以后势必还要吃无尽苦头 心想必是前世业力所起致病处绵延难以 想起母亲一生最是敬重观世音菩萨 我又刚好在这里 不如求一下 又想牵手牵眼观世音菩萨一笑得到 音会帮我 当时正好在洛家山 平时只是念香李静一无所求的 我一跤跪在牵手牵眼观世音菩萨面前 祈求母亲的伤处可以全意 而作为女儿的我 愿带母亲承受这份业力所致的痛楚 当天下午李静下山后的我们几位同伴 在海边吸水的时候 我的脚突然溃烂至行走困难 我心知慈悲的牵手牵眼观世音菩萨允了我的心愿 心里十分欣慰 但是心里多多少少还是存疑的 后来发现不管擦什么药膏 我的脚都好不了 方才确定是了 打电话给姐姐询问母亲伤处如何 姐姐很开心地告诉我母亲的伤处突然好了 心里十分欣慰和感恩 南无大慈大悲牵手牵眼观世音菩萨了我心愿 我的脚一烂三年 到冬天都无法穿袜子穿鞋子 当时住在上海冬天冷到车骨 夏天又热到发音 其实才十岁左右的女儿看我这么痛苦 十分心疼 多次要帮我擦药 只是我心知此病因和而来故多次推辞 心知医药无效 这三年来我也坚重会尝试擦药都无法断根 后来看到女儿执意要帮我擦药 不仍再拒绝 便硬承让她擦药了她心意 女儿十分耐心一步嫌弃我的脚上都是浓泡和浓水 拿着棉花纸巾和指甲刀 一点一点帮我除掉浓泡擦干浓血 指甲刀派不上用场的地方 用手一点一点把它撕了 再帮我把药擦上去 贴上棉花 我心里苦笑 她是要辜负了女儿一片孝心 谁知第二天掀开棉花的时候 突然发现三年不曾结过家的几处伤口 竟然全部结痂了 我心里有数 想是小小女儿的孝心天可怜剑成全了她 后来我的伤口竟然在几天之内全部愈合 后来婆婆也得了病 几家医院的会诊结果都一样 要截肢甚至有的要求高位截肢 想到婆婆是个坐不住的人 当年又已经七十几岁 恐怕手术无法承受 我极力反对 对先生说若是拖着母亲尚有几年寿命 如果上手术台只怕上得去下不来 先生犹豫不决 又觉得我分析得不错 左右为难 当时我正好要去普陀山朝拜 想起母亲的是意愿无比 想来再求求应该有点希望 况且婆婆一生做了无数好事 不应有此下场 故此再次跪拜在牵手牵眼观世音菩萨面前 祈求菩萨让婆婆可以大事化小 小事化五 观自在菩萨果然灵验 婆婆回娘家时娘家弟弟懂点医学 告诉她只是产骨蛇也就是带状炮枕 拿点自制的草药去擦擦就好了 后来婆婆的脚趾头头头巍巍烂掉了两根 好了 第三件事是 后来有一次我们订好了往普陀山的船票 谁知临近行程 我在关仓库大铁门的时候竟然被大铁门从我大拇指上撵过 当时痛到不能走路 连人自脱鞋都穿不了 大家都知道在普陀山大部分都需要步行 特别是登落加山 想到再过两天就要启程 这个样子如何去 就算去了又如何行走 同伴们说要不我就不去了吧 取消船票好了 当时我十分伤感 在心里默念 观世音菩萨我如此潜心要去礼敬你 为何在这个时候让我受此伤志无法前去 是否你不愿我前去看望迷 若是 我虽伤心也一定奉听 若不是 这两天之内让我可以恢复行走 我一定前往何时果然第二天 我的脚便几乎不痛了 甚至可以穿着凉鞋 我没有爽约 去了普陀山 在上落加山的时候十分轻松一点 也不像一个前两天才刚刚受过脚伤的人 我再次跪在菩萨面前 深深感激菩萨对我的眷顾 使我两位母亲在生时可以少受许多痛苦 愿我今日可以回到普陀 落加山来参伴礼敬 看望大慈大悲 牵手牵眼观世音菩萨何时 这三件事几年时间我一直守口如瓶 不曾对第二人言及 后来看到很多人质疑佛法 思来想去 我个人被人家笑顾名调欲事笑 弘扬佛法是大 便不再监口 多次对外详述 但毕竟范围太窄 故此想借贵平台弘扬出去以上所言五一甲语 据真实无需 此致 读完 想到为什么了吗 留言分享一下自己的答案吧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记得一定要订阅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